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来到今天的第三条影片推介 是一款REGSTAR 这一款是一款最高品质的REGSTAR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用上了MEYOTA机身 MEYOTA机身有什么特别呢 稍后再开箱 这一款是Squatchers的效果 这个刮痕的处理REGSTAR红星的设计 两个颜色的配搭 用上了铜铢 铜铢有分两种铜 一种就是青铜 这个就是青铜 小小片玫瑰金 Rose Gold 另外一种就是红铜 红铜有些旧化感的感觉 有些旧化感的感觉 那样化就会变化比较大的 做了两个颜色的配搭 但是也做了同样做了Squatchers的标盆 这个刮痕的标盆 做了这个旧化感的处理 配搭了同学的感觉 两个颜色的配搭 一个配搭了这个 偏黄黎啡色的标带 这个就是 一个深啡色的皮带 啡红色的皮带 这两个标盆也有点不同 这个是偏红一点的 这个标盆 但也做了独一无二处理的 这个 好像Spinaca的REG系列 舊化感处理 我们叫做REG系列 这个是Squatchers 这个REGSTAR用上了 今次超厉害的机身 就是用上了 9100的动作 其实REGSTAR 之前很多时候用上海鸥的机身 今次用上了 9100的机身 其实9100的机身 就是比起 9015 90的机身更加高档次 因为它是multi function 其实它有什么功能 我们一起看看 9100的机身 是multa的机身 而且是28800的高频机身 26尺 这个机身的 处能时数到40小时 有power reserve 动力处能显示 在12点位置 做了一个线形的力枪 接着呢 而这个6点位置 就有一个 Sun and Moon的 一个 月亮星星的 一个 显示 一个Sun and Moon AMPM的 一个Sun and Moon 另外呢 再加上了 它有月份的 它有月份的 另外呢 也是加上了 星期几 星期几的 这个机身 9100的机身 可以说是半万年历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会自己跳这个 不是 应该不可以这么说 它可以说呢 它会自己跳日力的 跳月份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这些机身的设计呢 它自己不会跳月力的 例如之前 Time In那一只呢 它的月力是要自己按的 大小鱼它自己按的 那这个呢 大小鱼也要自己按的 但是呢 它就是会自己跳月份的 三十一号 它会不会跳月份 有动力储能显示 再加上了 时分针加上黑度 都大有夜光 也做了一个型格的 特别的处理 标盆做了这个 Scratchins 好了 接着呢 看看另外一只颜色 这颜色都挺漂亮的 其实呢 因为呢 它做了一个青铜壳 如果你想玩铜的味道多些呢 就玩这个红铜壳 就会好些的 那如果你说 我不想它变化那么大 整天要插一下它呢 那呢 其实玩这个青铜壳呢 这个Multi Function的机身 一个高频的机身 你见不知 秒针走得特别顺滑的 这个感觉 也是12点位置 同样有Power Reserve Indigator 动力储量显示 日力窗的位置呢 就放在四五点之间 好了 时分针加上罗马字 都大有夜光 一起看一下夜光 好 那时分针加上罗马字 都有夜光的 而12点位置的黑度呢 就用上了Red Star的 红星logo 那么多漂亮啊 这个夜光都 清晰而看的 好了 那标官的位置呢 同样放在三点位置 做了一个拉退罐的 而标官上面这个贴纸来的 那我试一下不如 撕了个贴纸给大家看 因为呢 有些标迷呢 试过翻到它之后呢 他说 诶 猪仔 不是啊 我发现它呢 是变色的 上次有一个标迷就说 那其实呢 就是它有这个贴纸 在这里 不好意思我撕不到 现在 那其实它也是铜色的设计 铜色的 那这里有个铜的一个设计 都是铜色的 那我就撕不到 因为在视频里 就不特地撕它了 那好了 那向上转动 上发条 上发条的手感也很好 那你看到 那你见过 就是由这个 左边去到右边 那个动力处能 一直在上升 好 那也是配搭了 这个站脚的蓝宝石 玻璃表面 做了卜身的蓝宝 那站脚的蓝宝呢 更加有味道 也做了蓝宝石玻璃表面 有个蓝宝石玻璃表面 做了蓝宝石玻璃表面 有点像Bambino的Orient 的蓝宝石玻璃表面 但Bambino就是做抗蜜玻璃 而这种做了蓝宝石玻璃表面 标脚方面做了拉丝的同学 那也是 那边的部分 你见到它微微向下收了 这里微微向入收了 那中间有一条骨位 做了打直的拉丝花纹 那都挺有质感的 那边的标杆 也做了一条 这条就是泥泥色的啡标带 做了奢侈皮带 没有压纹 另外一头就是做了一个 这个 叫做青铜 青铜鶴 青铜鶴 这个就是一个配搭金针 这个是香檳金针 另外看看这个 红铜鶴是玫瑰金针 同样 你看到它就配搭了这个青铜鶴 这个就是红铜鶴 提斯青铜鶴 同样标官位置 在这里有一个暗键 另外它有一个暗键 好了 那我先拿起标官 向上转动 就是上发条 拿起标官 有停秒功能 那我试试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到6点多中复的位置 半格我们教育力枪 半格 向上转动 看到吗 教好日历 很大声的 7号8号9号10号11 12131415161718 好 接着我们试试向下转动 教升旗的 教升旗的 看不到 教升旗的 一格一格跳的 好 接着我们按进去 这个暗键我们拿着牙签多督 这个牙签多督就是这里 看到吗 接着这里就教个月份 教个月份 同样 半个月半个月跳 整个标的教法就是这样 至于那个Sun and Moon 怎么教呢 就是其实当我们时间转动的时候 他早上见太阳 晚上就见月亮星星 其实就联动 整个标的教法就是这样 逢有Sun and Moon 再加上有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做了企脚玻璃 如果没有动力储能 显示 那只标 如果是不受过外壳 我估计都超过1500元以上 都超过1500元以上 今次还要加上了 它有multi function 有power reserve Sun and Moon 日曆 日曆 月份 和星期 还要加上了同学 还要加上了高频的9100基心 一个进阶的基心 那么 朱祭推介这个REGSTAR 这个Squatch的一种系列 这种旧化感处理的系列 究竟多少钱呢 先看看标底 先不开估 标底方面 做了螺旋式锁的底盖 写住了REGSTAR 跟着写住了铜 玫瑰金铜 HIGHBIT的28,800鎮频 26石 跟着也写住了 Sun and Moon 南宝石玻璃标面power reserve 42小时的动力阻力 那其实呢 这个标呢 就是 这种 REGSTAR 特别製造给我们的标迷 就益大家的 那所以呢 在趁着这个Black Friday的日子 朱祭特别推介给大家 那两种颜色的配搭 重量方面呢 好了 先看看 两种颜色都很难选择 如果呢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 91克 92克左右 91.9 92克左右 好了 至于直径方面 评一评给大家看一下 直径就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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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款是9100 通常機芯排序越大 越多功能 或者越新 或者價錢越高 通常越勁抽 譬如精工的機芯 4R 6R 8R 8L 9S 9R 這個也是 Milta也是 82 83 90 91 91系的機芯 日本的Milta 進階機芯 再加上 Rexstar精芯的一個設計 這款舊化感處理 再加上同學 兩個顏色配搭都很吸引 如果我真的要選一款 我可能會選這款更多 這款更多 因為這個變化的同學應該沒那麼大 清同一點的感覺 這款顏色配搭我就會喜歡多一點 這款比較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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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同學會有舊化感的處理 因為它中了青銅的一個設計 好了 那麼 豬仔推介 說到這裏 真的 42 power power reserve 其實機械錶裡面 要有的功能 這款錶都可以說有了 真的 因為動力儲能顯示 就是最重要的功能 我認為是最有用的 日曆 平時就 星期幾 月份都有 好 豬仔推介 超瞬價 1698 1698 1698 沒聽錯 真的這麼便宜 一款 白 Friday的超強優惠 數量有限 先說明 各有 8隻 各有8隻 8隻這個顏色 8隻那個顏色 那麼 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豫 這款 Red Star的 舊化感處理 這款刮痕的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還要配搭這兩個不同的同學 給大家選擇 如果你都喜歡 豬仔的推介 想支持豬仔的 又或者你喜歡這隻手錶的 想支持 Red Star的品牌的話 其實他的時間標準不差 值方面 Red Star真的很值得推介 尤其是他的售後服務 如果他的手錶有問題 Red Star很多時候老闆 都是一兩日時間 立刻 就來到我們公司 拿回這隻手錶 和客人維修 很快很迅速就給客人 甚至乎上次有個標迷 跌破了標盤 Time in 還有自己跌破了玻璃 Red Star老闆 都是 免費幫他更換 所以這個是 Red Star的質量 至於他的時間標準不差值 負十正三十 其實他的標準不差值就是這樣 但是Red Star老闆 一般都調到 十幾秒的不差一天 正負十幾秒左右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個讚 珠仔 珠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超準價錢 1698 包含這個原裝盒 包含手錶一隻 還有收據 做一連報給大家 同學 我記得之前 KONO 計時KONO 馬錶 都要到2000元 現在是 Black Friday 優惠 1698 各有8隻 如果遲過11月29日 我猜都會變回正價 這個扣也有不同 兩隻扣的配搭的顏色 金色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心動的你 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你告訴珠仔 是喜歡哪隻顏色 在這個標題 有我的WhatsApp WhatsApp 或者打給我 希望你不要錯過 Black Friday的超順優惠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